骗子都是心理学大师,我们为什么容易受骗?因为骗子往往也是心理学人性学大师。骗子的底层逻辑是什么?世界上最好的营销学节目,就是骗子的认罪实录。在骗子的认罪时,他们会公述自己是怎么骗,你会发现,骗子才是心理学人性学营销学的大师。 但是,说在前面,如果你掌握了这个手法,你可以用到正途。当骗子肯定不行,精心不觉行骗,与猎物打交道,下狠手欺诈,绝情离场,反映出骗子由自有一种黑暗三角人格,就是精神变态,自恋他们缺乏同情心,冷漠无情,不会感到羞愧内疚,因此骗人不会对人产生同情或内疚。我也不倡导这种价值观。 倡导的是学习骗术的底层逻辑。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些扣脚大汉?李庄成小姐姐去加别人的微信,然后相骗的聊天记录,你的任何鸡毛蒜皮的小事,骗子都会很关心,给你一种遇到了人生知己的感觉。 所以我看过一个实例,一个富豪被骗子骗了三百万,警方追回后,富豪把这钱赠送给了骗子,原因很简单。 虽然被骗了,但聊得开心,感觉遇到了知己,仅钱亦得知己难,所以将三百万相赠,希望知己不要嫌弃。 最后富豪与骗子成了真朋友,还有一个骗子想骗一个老人的钱,但奈何这个老人以前是大学教书的,防范意识比较高,骗子意识到后调整的策略。 先制造一些小麻烦请求老人的帮助,比如遇到了一个数学上的东西,迷惑不解,就去找老人请教。 几次三番之后,老人产生了强烈的被需要的感觉,当骗子一两周都没来,反而心里感觉不自在。 当老人产生了需要骗子的需求之后,很快就上当手骗了,警察跑到老人,老人现实觉得很惊讶,随后又觉得骗子勤奋又好学,就不追求责任了。 这两个案例揭示了一个共同的道理,普通人只关心自己的事情,骗子关心的是他人的需求,别人需求什么,骗子就给予什么,比方说去相亲。 直男可能对着女生一番点评,气得小姐姐转身离去,渣男先观察小姐姐,小姐姐缺爱就给爱,缺钱就给钱,缺成就感就给成就感。 一留一个准,因为人都是有弱点的,你可能不关注自己的弱点,但骗子一定会关心,营销学多少点相似。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好记性贝贝加,以人一本8848太金手机,喝过小观察,如果有的话,你应该知道,营销史上有个非常重要的名字,马云,杜国营,史玉柱,都是做营销特别厉害的人。 杜国营先后创造了五个知名度极高的产品,贝贝加,好记性,以人一本8848手机和小观察。 实力处就是今年过节不手里,手里只说脑袋筋的那个人,他们为什么厉害呢?因为善于从人性的弱点中寻找痛点,杜国营所有的产品里,卖的最好的都是人性。 杜国营和骗子一样都是人性大事,眼睛都长在别人身上,每天都在琢磨着你缺点什么,你需要我,能给你什么? 8848卖的是成功人士身份的象征,小观察是一场文化与地位的狂欢,说到底卖的都是人性,这和骗子的底层思维逻辑区别不大,只是骗一个人就叫骗子。 骗所有人有计划,照剧本,那叫营销演员,表演特好,他们就赚得盆满钵满,而且还是合规合法地赚钱。 即便我们对于营销在深恶痛绝,我们也得承认,营销只是商业社会中,一种很常用的手段,甚至是门横普及的知识,我们不应该对抗营销,反而应该学习营销,因为人的一生就是在营销自己的一生,也就是你自己生产制造的产品,你所获得的财富,是你对你这个产品的营销与变现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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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